小女孩一出生就被万元户抱错 女孩就像是拥有魔力斑 出生后养父的工作职业不断地升迁 小女孩在马路上时常会捡到金子 但是脸上的红斑却越来越大 因此受到街坊邻居的指示点击 从此小女孩被养父母嫌弃长得丑 认为是灾心 也只有在捡到金子时 养父母还给他点好脸色 给他买点好吃的 直到四年后 被告知他们的孩子被调换了 大护士早年与何家有通过 为了报复何家 将陈和两家的孩子调换了 于是何家找到陈家 想尽快把这个灾心女儿换回去 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年也不是咱们两家的过错 那你们就把乐乐还给我们 我们也把盼盼给回你们 以后各过各的互不相欠 陈家人心里难受 毕竟养了乐乐四年 乍然割舍 这边养了有感情 可那边却也是亲的 这孩子本身就换错了 现在换回来也是应该的 就照你们说的去做就行了 今天把孩子带回去 我们家的孩子留下 就这样乐乐 在其父母的答应下 给他买漂亮的橘子 买好吃的 便毫不犹豫地跟着其父母离开 换回来的盼盼在父母的安慰下 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 睡了一觉 别哭了 孩子现在回来了 以前不管受什么苦头 现在回家就好了 何家对孩子不好 单看盼盼的模样就知道了 销瘦的身体没有一点活力 盼盼这一觉睡到太阳都下山了 还从床上醒来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孩子眼底里 心事露出紧张 盼盼醒了呀 我睡好久了吗 没多久 你要是还困就多睡会 又不用干什么 睡好了才能长大 你饿了没 妈妈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我不饿 妈妈 妈妈两个字 小家伙喊得很轻 生怕喊太大声 惹得面前的妈妈不悦 因为以前的妈妈就是这样的 她每次叫她 她都不会很开心地应答 甚至不开心的时候 还会拿她出气 刘悦听着这个称呼 笑着点点头 不饿就先下来玩会吧 干 而门口 此刻正站着一个人 是须碎八岁的杨阳 也是盼盼血缘上的五哥 杨阳眼底里有深深的不悦 直勾勾地盯着盼盼看 被她这么盯着 盼盼也害怕地往后缩 尽量把自己躲藏在妈妈身后 杨阳 你干什么呢 杨阳没说话 眼睛还在盯着盼盼看着 视线最后落在她脸颊上 那块奇怪的红色痕迹上 她不喜欢这个妹妹 她觉得就是这个妹妹的出现 所以乐乐才要离开她 孩子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刘悦自然看得清楚 你过来 带你妹妹出去玩 妈妈给你们煮点番薯芋头 等会你哥哥他们就要回来了 杨阳虽不大乐意 但还是走了进去 不管怎么说 盼盼才是你的亲妹妹 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她 就跟照顾乐乐一样 那乐乐妹妹呢 乐乐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你的妹妹了 盼盼才是你亲妹妹 如果她有良心 愿意认你 也算你的妹妹 那她不认呢 那就不是了 你们就是桥归桥路归路 行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先带你妹妹出去玩吧 盼盼 这是你五哥 陈阳 杨阳 你妹妹叫陈胖 盼盼 谁要问起来 就这么跟他们说 知道了妈妈 在妈妈的催促下 杨阳带着新妹妹盼盼 往屋外走去 杨阳一边往前走 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 身后跟着的盼盼 她不喜欢盼盼 大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妹妹 是乐乐 加上盼盼不好看 性格怯弱 让自己不知道 怎么和她相处 不过 父母的教育 让她没有把这种 不喜欢变成厌恶 你想去哪里玩 我 我都行 那就在外头那玩吧 杨阳把盼盼带了出去 来到一竹丛处 那就在这里玩吧 竹丛旁边还有一丛芭蕉树 上面有芭蕉正开着花 一大块的花叶掉落下来 盼盼走过去的时候 下意识捡了快起来 她对这个东西 有些好奇 别看盼盼 吃不好穿不好 还干活 但是她却是一直生活在镇子上 从没有去过乡下 自然没有见过芭蕉开花的 这些奇怪叶片 你捡这个做什么 盼盼因为她不让自己捡 吓得连忙丢了 声音紧张地说道 摇了摇头 她可以做成鞋子呢 那哥哥好厉害 我肯定厉害啊 我比二宝他们还要厉害呢 你知道二宝吗 盼盼当然不认识 所以摇了摇头 二宝比我大一岁 他也没上学 整天说自己什么都厉害 可其实没我厉害 你知道吧 他就是整天说自己厉害 还要跟我比 每次都输了 听到哥哥说这些话 盼盼用更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哥哥好厉害 在盼盼的一声声 哥哥厉害中 杨阳越看盼盼越顺眼 走 我带你去抓竹笋虫 竹笋虫好吃 盼盼能感觉到 这个哥哥不讨厌自己 紧张的脸上也多了份喜悦 他乖巧的点头 嗯 好 盼盼跟在五哥哥身后 看他在竹笋间寻找 自己也伸长了脖子找学 可其实 他连竹笋虫这个名字 也是第一次听说 更别提知道竹笋虫长什么样 你别过来了 你呢 就在边上待着吧 我给你找 好 看他这么乖巧 杨阳忍不住 多看了这个新妹妹两眼 他好像比乐乐还乖呢 乐乐脾气没他好 经常动不动发脾气不高兴 什么事情都想由着他来 还经常和村里大人闹便宜 让他去出头 盼盼却不一样 好乖好听话 杨阳找了周围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竹笋虫 正这时候 一声声说话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哥哥他们回来了 走 咱们回去吧 哥哥 三人听到声音 回头朝弟弟看去 他是 哥哥 乐乐走了 他不是我们家的妹妹 他被他亲爸妈带走了 乐乐他 真的不是我们的妹妹 杨阳继续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说完后 拉着身后一脸紧张的盼盼 看 爸妈说 这个才是我们的妹妹 他叫盼盼 就是他和乐乐调错了的 三人听到这话 目光看向盼盼 这怎么可能 我们的妹妹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肯定是搞错了 没搞错 信不信回去就知道了 盼盼看着他口中的其他三个哥哥 他张了张嘴 可却不敢叫他们 盼盼紧张地忍不住 拉了拉小哥哥的衣袖 杨阳回头朝他看去 看到他眼珠子带着害怕 和恐惧在把转 你在害怕吗 盼盼点了点头 他害怕 那么多人盯着自己 而且感觉得到哥哥们 对他的出现表现出的 诧异和不喜 他更怕 从小生活在一个 充满了嫌弃和不喜的环境里 盼盼能很容易地感受得到 别人对他究竟是厌恶还是喜欢 别怕 我们都是好人 回来了 赶紧进屋吃番薯吧 我刚煮好了 看到盼盼跟在几个哥哥身后 刘月少前把盼盼抱了起来 来 先吃点番薯芋头 晚点等你爷爷和你爸 他们回来再做饭 刘月拿了一条最大的番薯 包了皮 吹冷了后 递给盼盼 来 盼盼 吃番薯 甜着呢 盼盼抬头看着他 看妈妈笑得温柔 却看几个哥哥 还没动手 哥哥先吃 在和家里 不管吃什么 妈妈都说爸爸妈妈先吃 然后是两个姐姐吃 才能轮到他的 听到他这话 刘月笑容顿时一讲 显然 他听出孩子话语里的害怕 没事 家里头都是紧得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 你可以先吃的 你们快拿吧 不拿盼盼都害怕了 快吃 快吃 盼盼也是看 每个哥哥手里都有吃的 这才接了妈妈手上的 他小心翼翼地吃了一口 吃的时候 他用蜜光观察着 身旁的哥哥呢 想着小心翼翼 番薯很甜 快要甜进盼盼的心坎里 盼盼很饿 但是他吃得很小心 怕吃得太急 让新的妈妈和几个哥哥 看到会嫌弃 可一旁的刘月 看到孩子 吃得小心翼翼 心里却跟扎了竹刺一样难受 这孩子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小心翼翼 像做错事一样 盼盼 番薯不热 你大口的吃 还有很多呢 吃不完浪费了 嘴上硬着 可他依旧保持原来的速度 当年妈妈生盼盼的时候 被医院的护士和乐乐调错了 以后呢 乐乐就不是你们的亲妹妹了 盼盼才是 你们对盼盼 要像以前对乐乐一样好 知道吗 那乐乐呢 乐乐已经回了他自己的家了 我不管你们对乐乐有多喜欢 对盼盼有多么不喜欢 甚至觉得盼盼怎么怎么的 但是妈妈今天告诉你们 我不允许你们欺负自己的妹妹 谁要敢这么干 我第一个收拾她 听到妈妈的警告 孩子们都走了一下 妈 我们知道了 以后我们对盼盼 就像之前对乐乐那样 妈 我也是 盼盼是我们的亲妹妹 肯定对她好 不会欺负她的 妈 我也一样 我也一样 盼盼 这个是你二哥哥 这是三哥哥 这个是你四哥哥 以后 有什么事情 你就找你这几个哥哥 什么事情都可以找 知道吗 盼盼顺着妈妈的介绍看过去 二哥三个都冲他咧嘴笑着 四哥板着个脸 委屈不开心 但是双眼正盯着他看 盼盼在想 大概是因为自己长得太丑 吓到四哥哥了 紧张的小手 忍不住捂住自己的脸 尽量不让人看见他脸上的斑 你这是什么鬼样子 老四被妈妈这一下 终于是从嘴角露出的笑容 看着盼盼 盼盼看着四哥哥那快速的变脸 心里觉得搞笑 嘴角脸开 却不敢真的笑出来 二哥哥 三哥哥 四哥哥 小娃娃乃诺乃诺的声音 乖巧中透着讨好 而她的声音似乎有种 让人忍不住 想要疼爱喜欢的模拟 即便是对这个新妹妹 比较抵触的老四 在听到这一声呼唤的时候 也有些动容 老二老三 你们看着点妹妹 我先去喂鸡了 嗯 妈 你放心吧 妈妈走开后 老五洋洋赶紧把今天和家 怎么说又怎么做的事情 都一一告诉哥哥们 乐乐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都对他那么好 就算不是亲妹妹 都在家里住了那么多年 他说走就走了 你不会拉着他不让他走啊 我们对他那么好呢 我拉了他了 可是他不要我拉 他那个妈妈把他抱上车 又骑车走了 我都追不上 乐乐怎么可以这样 他不是我们的妹妹吗 不行 放假后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 他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哥了 问什么 二哥 你难道不想知道 乐乐为什么就这么离开咱们家吗 他是咱们的妹妹 那是以前 二哥说的对 杨阳既然说他跑那么快 那他肯定不要我们了 我们再去找他干什么 他现在家里有钱 肯定瞧不上咱们 村里头 陈家是出了名的穷的 就算这两年土地改革各种改革 比之前日子好过了 但是吃都吃不上几分饱 更别提吃肉了 行了 都别讨论了 他扭头看了 正在安静缓慢吃番薯的盼盼 开始安排弟弟们干活 老五去帮妈妈 老四和老三 去给屋内的水缸 挑水装买 我去菜园浇水 杨阳 你不用忙了 回屋去 你妹妹没人看着吧 他出门的时候 几个哥哥的确个忙个的去 只有盼盼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没动 他还想了下 自己出门的时候 盼盼是什么表情 好像很紧张 他刚回来 心里害怕着呢 做哥哥多陪陪他 那让哥哥他们看着妹妹也行啊 虽然不讨厌这个妹妹 但是毕竟是不熟悉的人 杨阳自然也不知道跟他怎么玩 所以不爱带一块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知道了 看到杨阳去陪妹妹了 刘月也提着水桶往菜园走去 木 拿着 哥哥给我的 嗯 给你的 你玩吧 这个木马可以走的 我告诉你怎么弄 只要你在这里轻轻地掰一下他的腿 然后轻轻放在桌子 或者平地上 这马就会自己跑了 当然会走啊 不然你以为就一个木头马吗 在河家两个姐姐有玩具 还有发家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 他也想要 但是妈妈说他那么丑 带了也是丑 好几次 他在路上捡到钱 想去买漂亮的发卡投绳 结果都被姐姐他们抢走了 说他不配用这些 渐渐地 盼盼也知道自己拥有不了这些玩具 我回来了 外头一道声音 伴随着铃声响起 大哥回来了 杨阳不顾盼盼在屋里 直接飞奔出去 当看到屋里走出来的杨阳 身后还跟着一个 几岁孩子的时候 这个疯狂没想 不过 当他视线 落在盼盼脸颊上的红斑 他就猜到怎么回事了 三天前 何家来人了 找了爸妈 说了关于妹妹乐乐 和他家孩子患错的事情 大哥 咱们妹妹变了 嗯 大哥 你是不知道 乐乐他 杨阳是个话牢 一咕噜地赶紧给大哥 说了家里发生的事情 看见大哥哥过来 盼盼下意识想要后退 他太紧张了 慌乱间 搅拌了一下 直接朝身后的脸 小心 一只有力的大手 拉住了盼盼的手 直接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你没事吧 盼盼只觉得肚子里头 碰碰碰的不知道什么在挑 没 没事 没事就好 谢谢大哥哥 不用客气 你就是盼盼吧 嗯 我是盼盼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别害怕 老三此时正好进屋 陈松朝对方喊道 老三 你去蒸饭 小雅 你看着盼盼 我去把猪草收拾了 陈松刚走没多久 妈妈留月就回来了 盼盼 你玩着 等你爸爸他们回来 咱们就可以开饭了 盼盼认真点头 杨阳 你去烧洗澡水 等会早点洗澡去 好 看 又被妈妈骂了吧 还没有 三哥 你把这个造野点上火呀 自己点 我才不干你的活呢 妈让你烧火的 你看陈家兄弟 五个在爹妈面前 是勤快的孩子 但是孩子一多 家里这干活的功夫 自然也会互相推让 谁也不想多干 当然 大部分时候 兄弟几个还是很团结的 也不会太计较 盼盼 你进来呗 盼盼吃醋着 进来 没事 盼盼犹豫了一下 才踏了进来 是不是没看过这个 盼盼点点头 又摇摇头 他见过火 但是没见过这样烧火的形式而已 这边的羊羊为了 让一大锅的水赶紧热起来 往里头拼命地塞着草 突然轰的一声 一嘴的毛从炉灶里头 蹿了出来 羊羊吓得连忙往后退去 即便如此 那骨子火苗 也掠到了他脑门上 一股烧焦的味道传来 老妖你个笨蛋 又烧毛了吧 面对三哥的嘲讽 他自己也忍不住 跟着啪啪啪笑起来 见两个哥哥放声大笑 笑声感染了盼盼 他自己也忍不住笑 即便他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老三回头 正好看盼盼也在笑着 因为他看过去 盼盼立马停下笑容 不敢继续笑了 盼盼 你知道刚才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那你闻到香味了没 盼盼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是你五个头发 被那火烧焦了 羊羊急忙握住自己的额头 手上的触感 让他很清楚 这额头又烧了 全是一粒粒的触感 我都每次让你别塞那么多 别塞那么多 你就不听了 塞多了就这样 直接把你头发都烧完了 我这不是想着 烧得快一些吗 你要是把屋子烧了可怎么办 盼盼 咱们不跟你五哥学 他这样子是不好的 盼盼虽然不懂 但还是听话的点点头 行了 老邀你出去吧 我来烧 盼盼没走 眼睛还盯着炉灶的火看着 你想学吗 盼盼点了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盼盼先吃饭 等老人动筷子了 盼盼才动筷子 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在几个大人眼里 大人默契地互相看了看对方 似乎知道盼盼为什么有这举动 这一顿饭是全家难得的饱饭 盼盼也不知道 但是别忘了 知道了 这个求婚的美食 也不是个国家的一个有点 挑吴的 他们是一顿环 autonom 当然甚至这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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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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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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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